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烈未达预期 王一博的流量用错地方 束缚了大众市场 王一博的流量束缚问题 在这次热烈上映中凸显得尤为明显 如同一把双刃剑 好坏参半 上映初期的热度空前绝后 各大电影博主纷纷给出了不俗的预测 票房更是被吹捧到天际 又是一部超30亿的作品 然而从点映预售开始 这波热度就逐渐熄火 影院的排片比除了第一天以外 居然都被重燃斗志的风神给压了下去 在上映九天的时间里 不温不火的发展 完全没有了热烈该有的那股热浪 片方前七主推的方向也走偏 拿着王一博的流量 套牢了街舞圈跟粉圈 这明显束缚了大众市场 如果从一开始主推一个喜剧题材 黄博 月云鹏 小沈阳的话 估计效果可能会不错 再配个王一博的流量和小众街舞圈的配合 自然会带来不俗的表现 虽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么高 可是总体而言 这部影片表现还是不错的 上映的时间加在大片竞争的阶段 从排片就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第一天上映拿下了 接近31.1% 这个排片明显低于其他影片占比率 你想要它有高的票房 也很难的 这部影片没有达到预期值 是多方的因素完成的 除了街舞励志青春这个宣传点 貌似卖点不多 没有社会性话题 是很难赢得大家关注的 就算你有好口碑和品质的保障 观众没有提起兴趣观影 这就容易出现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这次王一博的参与 一方面这个题材是小众的街舞类 虽然街舞是在体 主推一个小人物的追梦历程 可惜这种俗套的剧情 市场已经饱和 才会成为观影热潮 没有起来的原因所在 这次王一博的流量在作品前期 气到了很大的推动 粉圈的力量不可估量 三部作品的预售表现看下来 他的人气确实高 基本上依赖于王一博的流量 助燃了电影的宣传 可是王一博三部作品的选择 都有着被流量束缚的困境 他现在如果想要摆脱流量的束缚 需要的就是一个提升国民度的角色才可以 你说吴京战狼厉害 可是论国民度的话 甄嬛传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战狼 反观王一博 三部作品看下来 跟承尔合作的吴明 文艺片 没有一点鉴赏力是无法理解的 刘晓氏的长空之王 这是航空题材 也是初次尝试的类型 类似于中国机长 如今的热烈 清喜剧家体育题材作品 其实类似的夺冠中国乒乓都是一类的 我们还真不得不佩服王一博的勇气 选择的作品 都是市场偏冷系列 他是把自己的流量送到了正向的主流市场 可惜却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发展趁势而畏 按照他的这个流量热度 如果出演一部国民度高的作品绰绰有余 甚至会让他再度爆火 可惜他并没有 别说他的粉丝吹捧 他确实有一定的实力 三部作品看下来 表现可圈可点 比起其他流量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